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般在政治跟职场上会经常碰到许多人面临的问题 就是当长官喜欢你的时候 你不是也是 当长官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是也不是 但是当我们面临到这样子的长官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灰心丧志 那么圣经里面有一段话 可以给我们当做一个标准 圣经里面雅各书五章十二节 他这样子说 他说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中 那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人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圣经也有一段的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也就是在歌楼西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 他这样子说 他说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我们的心里来做起 就像是给我们的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当我们如果抱着这样子的心 来看待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想你就不会在意你的长官对你的是 也不是 因为是跟不是 是在于你自己的心里的一个论定 也是在于我们天上的神 他的看法 我想这样子 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在乎人的看法跟说法 谢谢